我們廟佳這棟是過去我們所招名的美島雜誌社 它是1979年 明天在歐巴1947 台西一號台灣民主法的過程都開始 這裡是比較重要的地方 因為在那段時間 就是這裡叫千兵包 然後先去參加特殊包圍 然後開始我生涯到農務這裡 陸佳也陸佳也有人都走出來 就開始在中國 然後從這個地方開始 我們可以做一個民主大道 就是說我們民主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自由之路 就是在紀念整個美國在爭取民主的過程 像現在的我們這個地方 今天是二日辦 最重要就是說 我們二日辦也是有關的 你如果說去的方向走過 就是過期的高雄市政府高雄市一所 來這裡 最重要這邊的 就是我們那時候 說台灣省立高雄第一中學的 學生自主的 在對抗火災戰憲兵隊的五分 那這裡也有一個 學生現在一組的重擔生亡 之後三月六合 這個 沿著愛河沿線 他騰手榴彈 把這個陸佳在那 私藝所邊那些愛河邊那些人都拆拆 然後就是 那鄉長的學生 第三月七號 去讓這個 學生在憲兵隊 以這個 炮火攻擊就對了 那裡現在都有柳油彈痕 紅樓那裡還有彈痕 所以說 如果現在這裡的地方開始 這裡旁邊也有過來的 像說 譬如說中央商圈 譬如說 這裡的南華商圈 還有我們的 倔強商圈 這裡其實 我們要用什麼東西 做這個地方的特色 我剛才絕對不是 什麼一條街 絕對是我們民主 大家都說 高雄是一個民主的勝地 在這裡開始 對於是我們民主的 對於是我們有法度 在今年的十二月子 十二月十二月 十二月十二月 就是世界的言論自由日 也是美島雜誌社的紀念 那在那一個時間點 我們可以從這個地方 說其實我們 如果是真的有看到這個 重要性 比如在這補個洪空島 過期我們的民主前輩 在這裡一步腳印 在打台灣的民主基礎 我們就把這個腳印 放在這邊 讓後面的人 真的能夠行著 前人的足跡 然後去觀光 我剛才提到的 這幾個重要的場景 那才能夠讓這個地方 變成一個 真的有民主象徵意義的 不然你現在 告訴大家 我想說這是美島雜誌 我生的地方 大家也不知道 到底是哪裡 那一陣子 人是到底怎麼走 在哪裡疏散 在哪裡逃跑 那那個 憲民主是怎麼 去騎這些人 用暴力 來幫他們攻擊 這兩個都會叫 所以說一段領事 我們實際上的方向 那到底是三位兩側的決策 那我們這個 不是說 買一個的民憑師 買一個的說 著頭什麼東西 就是說我們把歷史 都增加給方向主 這是應該要來處理的態度 希望說 這十二月十二 希望是這裡 為自己也能來做幾項事情 他如果沒有來做 那民間 自己也有人也會出來做 我今年也會去拿 希望這個態度 今天 十二月十二 大家有一個不一樣的方向 把這幾句 變成一個歷史結局 意思就是這樣 變成關 都是文化的 這個民主的 涵養的聖地 真的在這裡開始 我們走一個 旋轉前輩 走的路徑 這樣 這比愛河的 這個 星光大道 比較有意思 這 比我們愛河的 星光大道 用一些 跟我們高雄無關的 這些 藝林的 這些 簽名 還是手印 這都 對我們來說 我們高雄的文化 這個民主的民主 其實就是我們民主的 發展的 發展的 開始就是在這裡 所以 到底怎麼讓外面的人來 台灣 還有我們台灣的高雄 是一個民主開始的 所在 你要怎麼讓大家知道 一天來 現在在這裡 你看到嗎 美里島我們現在看 一個重景 那個重景之光 大家在那裡 非常漂亮 問題是 當初 跟美里島 結在這裡 做一個捷運宅 當初的想法是什麼 我們真的 要回想看 我們當初的 初衷到底是什麼 這是做政治的人 應該是 最重要的 好 謝謝 我們